對面是藍燒隊 觀眾朋友是異馬文隊 觀眾朋友是開了一個封鎮 對面同樣是封鎮 兩邊都變了各種花藥卡片 這是北京二區順天府的一個PK 北京二區順天府的 這個PK是咱們天候組的一個半決賽 今天把所有比賽全部打完了 開場上來 觀眾朋友的話 天機 力武裝 力武裝的話 只有煙韻就把隊 把隊長殺掉 天機 力武裝 然後對面的天機的話 真的向觀眾朋友清掉 觀眾朋友的話是之前的A組的 這個就是第一名 A組第一 對面的話是B組第二 好了 觀眾朋友上來的話 第一波點殺成功 折把隊長按在地上按折了 法系的話一個琴衣三蝶 別懟的話 對面的寶寶的話居然是沒有死 這個觀眾朋友身上壓了把大劍 這個天機層減傷害的效果 還是很明顯的 一個天機層的減傷害效果 反方明顯 直接壓了個劍 打不出傷害了 寶寶咱們數一個 寶寶的話因為很重要寶寶 因為我這邊規定的是一個 寶寶最多的話 只能夠出四隻 出戰四個寶寶 出第五個寶寶都判復了 所以說的話這個東西很重要 對面的黑寡風起 對面的話好像沒有數的優勢 觀眾朋友再走個水清 把狀態解掉 把那個大劍解掉 免得對面的話用右席 用右席的話這個舔過去了 對面隊長花果山殺威脅幫打龍龜 打烏龜 不好意思 口誤啊 喊龍龜喊奇怪了 這是小龍龜 對面的話果斷一波右席 這個水清解掉這個大劍之後 對面右席是不能舔的啊 所以說的話這個 呂拔木就能出手了 對面的話是魔王 觀眾方神木 觀眾方神木的話 一波取秒 觀眾方神木不是呂拔木啊 神木 第二回合 對面隊長的話不要關上 法龍龜 法烏龜的話則是鴨屍 把對面鴨屍成功 第三回合 就以目前場上行事來說 封隊封鎮 觀眾方的話有速度上的優勢 開場的話也是把對面點殺成功了 觀眾方是來自碧馬溫隊伍啊 對面的話是藍少隊 這是一個半決賽的比賽 對面的話 剛開始的話第一 第一天是 就是星期二前天的時候 是輸過給咚咚咚咚咚的隊伍的對面 對面是一個B組第二出現的 那邊簽署兔子掛 解封對面女兒 觀眾方女兒村一速 笑得成的笑 給對面的起風笑掉 對面女兒村二速 只要反封關正磐屍 準封 大死亡砸觀眾方女兒村 對面是沒有一速好吧 想點死一速 方村的話一波四魂 只要封關他們準封 把觀眾天級封了 而觀眾方立武裝的話 一波煙雨 對面的馬面 對面的馬面好像神幽了 這馬面一個連擊 哇這個天好疼 不過對面的魔王單燒的 好像不是點殺 這PK 對面這波沒看懂 點殺不是點殺 面殺不是面殺 好像就是面殺吧 面殺對面的魔王 又是不單燒 對面的法烏龜 倒是跟著觀眾隊長了 跟著觀眾武裝了 武裝沒死 是的吧 這波對面的話 操作沒看懂 只能說像是點殺 但是又不是點殺 這個對面的魔王 要是跟上的話 這觀眾方應該是 武裝必死無疑了 這個武裝煙雨劍法的話 是很需要氣血上限的 如果沒有氣血的話 是煙雨淹不出來了 這武裝沒有死的話 頂個大驚法 又煙雨出來了 說不定還是破血出來的這個 兄弟們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後面的話 不看其他區 只看我們這個順天府的天候主 別的區不看了 就看這個 咱們今天把這個PK打完 也感謝所有的兇馬 進來玩這個就是 北京二區順天府的這個PK 那邊 生死菩提 這是個法術反正技能 法術反正 法術反彈 這波觀眾方繼續水清 保衛一下這個就是 觀眾方這個神木的這個傷害 那邊 沙威鐵棒 對千輸一千一 馬面一鞭子 這個馬面好像傷害有點高 這個馬面 那邊的魔王取秒 烏龜的話取秒 一千一百六十五的一百七十五 不是一千一千的 一百一百 有虛迷的話 差不多秒兩百三百 沒有虛迷的話 這個反正一百兩百 都可以看得出來 有沒有那個技能 很明顯 在觀眾方烏龜表 對面四百隻明顯有虛迷 好不好 就這麼樣子 就是明顯有虛迷 一個明顯有虛迷 一個明顯沒有虛迷 很簡單 打了五回合了 對面人的話 隊長是各種佛城的 有點起不來 首先對面沒有封系數的優勢 有點尷尬 觀眾方是有封系數的優勢 這波觀眾方 女幼村沒有封 寶寶 觀眾方死了三隻 寶寶最多出戰四隻 說不會有很多寶寶 女幼村 觀眾方意思是 封中的方寸準封 把他們的方寸封起 對面女幼村的話反封 封觀眾方神木 準封 三四九級的封印的話 只有三回合了 如果不解封印的話 其實三回就開了 觀眾方給了個破碎五雙 把他們天璣神破了個三百 對面天璣還有藍 一波爭風爭五百 再爭 對觀眾方的話 一百七十一 對面馬面鞭子 哇 曲折傷害五百 八到兩百多 這個馬面傷害真高 魔王的話 對面是一手大瞄瞄 觀眾隊長瞄死 好了 觀眾隊長也被反瞄死了 對觀眾方 只要女幼村不死 我覺得問題還不是很大 因為有封系一數嘛 觀眾方起碼 女幼村死了不好整 萬一被他們壓絲的話就完了 千萬不要被打死壓絲 如果人一旦被打死壓絲了 就不好整了 觀眾們喝了個明酒啊 因為這PK的話 笑點成刀的特技 有時候不是配的很明顯 未必會配笑點成刀 而且的話 就算你配的笑點成刀 你笑掉我一點水清 這個喝了個明酒啊 在觀眾們盤絲 六回合了 公平沒人打字了 扣點六好吧兄弟們 啥的不說好吧 就支持下天后主好吧 謝謝老 對面兔子官的話 把對面隊長繼續拉起來 對面隊長也是各種符合成的 女幼村觀眾封隊的魔王準封 對面魔王起了流禁的一曲面 瞄了還是很疼的 女幼村對面封 觀眾們女幼村水封 只在觀眾們女幼村不死的險 對面的話大雙砸 觀眾們這波盤絲放金青了 對面沒有配置水清了 對面沒有配置笑裡 觀眾們也沒有放水清 直接是放金青了 金青回去 對面這波的話大點殺了 但是點觀眾們女幼村 對面的魔王被封 這馬面傷害 我的天哪這馬面傷害 對面情形三蝶 我去厲害了 真他媽秀 好吧 這此處應該是有掌聲的 你發現了沒 這個情形三蝶的普及程度 都已經普及到三十九的 普及到三十九的天猴主去了 明顯對面的話是法系被封了 不能單燒 但是沒關係 我有情形三蝶 好吧 就是這麼秀啊 情形三蝶點殺點死 觀眾們女幼村 六回合了 觀眾們女幼村死 對面女幼村成異數了 而且對面有法無貴壓絲了 觀眾們這波傷害很高 注意這個大砍刀傷害不是蓋的 因為三個公之蟹疊出來的這個天機的大砍刀啊 他的這個就是傷害的話是加成很高 而且的話打三個 對面的小心點 對面的馬面有點狠的那個馬面 能不能把他馬面先來幹的 我操的馬面 這個馬面打得比人還疼 對面的魔王的話需要開封印 拿那個兔子怪可以開 開了之後魔王要秒 對面兔子怪的話 隊長繼續拿起來 呂耀村對面是瘋 封關的磐石 對面成異數了好吧 準風 死亡砸觀眾們隊長 對面花果山起司 銅頭鐵壁免得被點 觀眾們終於砍馬面了 一槍二沒砍死應該殘了 砍對面女幼村574 觀眾們武裝的話一波反套 這個利武裝好不好 反套也是沒中 對面一手針鋒針 隊長繼續歪 完了觀眾們感覺裂開了這個 情況不太好 馬面的話一邊只抽了 觀眾們這個 這個天機血量一半了 觀眾們神木苗 對面因為有這個是 銅頭鐵壁的護盾 好吧 那個盾擋住了一波 觀眾們隊長槍拉了 烏龜的話繼續秒斷 花果山 龜鼠波拉拉起觀眾們 女幼村 女幼村拉起來A拉B B出耳包 拉了個蝙蝠 八回合 血量觀眾們各自用了小禪 對面魔王如果用風雲變色去秒的話 是可以秒三個的 馬面對面還沒有死 對面的方順也是喝了個酒 直接喝銘酒 因為觀眾們倒地拉起來的話 也不可能有憤怒 喝銘酒出金器 你控不了我 除非你封我特技 你不封我特技 我金器肯定是要出的 八回合 全場的話沒有任何的物級別 寶寶不可能超過四個 觀眾們可能封你特技 我不能笑你成道 我還不能封你特技了 這是 是了吧 給你封特技你想出金器妹門 出不來 觀眾們這麼的話水清水歪了 水添機就好了 水的是觀眾們這個隊長 霧主 這個武裝的話 一手反套 封對面女優村的準風 這邊繼續真實的隊長 觀眾們隊長各種符合成了 再對下觀眾們 女優村 女優村一死去掛著 女優村頂那個 頂那個雪藥好像頂不住吧 對面魔王好像還是秒死了 飛蛇走死 不行頂不住 因為對面馬面好不好 打了一下這個 一鞭子抽爆擊了 這邊對觀眾們 烏龜烏龜小神幼的 小神幼的寶寶也行的 小神幼也是神幼 一手小神又神奇 水攻打盾的馬面 對面馬面還是沒有死啊 五號烏龜強拿的 觀眾們留存 那邊天機的話 燕甲到了 觀眾們的話 燕甲還最後一回合 這個三四九級的PK的話 限制有點多啊 限制方法多 首先的話是 進修煉進強身 如果兄弟們不知道規制的話 給你們再說一聲 好吧 首先等級限制三四九啊 名字規格的話是 HW39家裡的名字 HW39 你看看所有的名字好不好 都是HW39 看見沒 HW39 區的話定在北京二區順天府 這個區的話 我們暫時不會換區 沒有什麼必須換區的情況的話 我們是不可能換區的 就這個樣子 好吧 如果兄弟們想玩的話 可以去區裡啊 去念個號去 這個區的人分方多 特別是三四九級的人分方多 嗯 剛才有時候寶寶飛的是哪個寶寶飛的 兄弟們 馬面飛的還個兔子怪誰 誰的兔子怪飛了 我剛沒注意啊 一號大蝙蝠飛了 啊 是這樣子 HW的什麼意思是吧 是耗文的意思啊 耗文的意思 耗文的意思 猴王的意思扯淡啊 不是猴王 是耗文啊 耗文的意思 輔助技能是最高40的 進強壯 進神術 進修煉 進武級別 進寶寶出戰最多40 現門牌不能重複 你們說猴王就猴王吧 好吧 隨你們意好吧 隨你們意 對面的話 是沒有醫術 被觀衆方這一波的話 又是把旅遊村和對面的隊長 繼續壓死 對面開場旅遊村被壓死 開場那個隊長被壓死 對面隊長一直爬不起來 有點難受 拿到獅匯盒了 旅遊村觀衆方的話 一波封 對面的依然準風 對面天氣風中 觀眾們再來一波禁寶 這個磐石是有禁寶的 這觀眾們磐石禁寶 這個禁寶 其實有點變態了 這個禁寶 因為禁寶風中的話 你不能吃藥 你就是無限屍體 武裝一波煙雨搓 把那五號波繼續搓死 觀眾們還有個神木 一波曲妙 對面的磐石能死不 這磐石要死的話 對面趕緊完蛋了 秒了個400 磐石完了 對面死三個不好整了 就怕人死太多啊 人一口氣死太多的話 就不好整了 好 第十一回合 第十一回合啊 你們誰要是想 誰想這個 展示一下自己裝備的話 我可以給你們看一看啊 這個我 我這麼說話估計他們聽不著 等一下 瞇一下他們好吧 可以看他們裝備了 裝備都是四十一減易 或者三十一裝備 三十一裝備 和四十一減易裝備 都這樣子了 這皮革我感覺對面應該是沒了 這皮革我感覺對面應該是沒了 這皮革對面沒有風隙藝術 觀眾們開成點殺成功 好吧對面的話 有點難受 這觀眾們帶著磐石禁寶的話 有點小亮點了這個 還有對面的話是少個特技 沒有效力 這觀眾們聯合了好幾個久了 出金金的話對面笑不掉 是不是啊 有時候有些小問題了 也是沒辦法 因為四十一減易裝備 還帶特技的話太難了 哪得去找去啊 減易帶特技 還帶的是效力這麼高 還得要憤怒腰帶 還得憤怒夠 這個PK又不能上 又不能上塔 沒有掌憤怒的方式 是不是啊 很難很難的 這觀眾們這個水沖表 對面好橫的 一個暴擊七百法連三百 對面呢 三號寶寶 拉出來換了個寶寶 換了個高速 對面應該是高速寶寶 拉出來頂血的這個 這PK對面兩縫隙死了 感覺應該差不多結束了 如果這邊 觀眾方勝利的話 這是恭喜畢馬溫進入決賽的這個 對面難燒隊伍 好可惜啊這是啊 死了很多 加油啊兄弟啊 努力搞起來 觀眾方全能穩住了啊 對面的話全是屍體了 這個PK反正也沒有太多的技巧 就是把人點死 然後壓住屍體 或者你想死 用其他的什麼套路 把人弄死 把隊伍殺掉 沒有其他的太多花招 就這麼簡單 對面的話 拉起了磐屍 磐屍的話趕緊拉了個烏龜 拉屍的寶寶 對面殺威脅嗎 怼觀眾們狼 狼的話高神的好吧 神幼了 觀眾們給了個幼喜啊 讓對面舔 觀眾們力武裝煙雨 怼他們兔子怪 兩下怼神 兔子怪神幼了 排個神木秒 對面的磐屍的話 因為身上有個雞鳥好吧 應該是瞄就死了 對面的話 因為中了幼喜 砍過來 觀眾反砍一刀 觀眾們好吧 因為對面有一個就是禁鳥 血量還一丟 酒短血量挺高的 沒死 有寶寶根沒 根就死了 這個烏龜好像是龜樹 居然還沒有死 對面女幼村拉起來 沒動喝酒了嗎 這是 感覺好像是喝酒了 這個水沖居然沒有沖掉 沒有壓死成功 拉起來500多 600多的血量 水沖了個400 沒死掉 位置的話反正給你們 這個 大家這裡看著了 進強壯 進神術 進附魔點套 連附魔點套都禁掉 觀眾們女幼紮死了 因為對面壓死沒壓住啊 非被把他扎死掉 這樣的話對面精卿解不掉 這個禁鳥 觀眾們在走過精卿 這樣的話 觀眾們三叔叔全來了 狼頭一棒 對面砸觀眾們狼 狼的話沒死 觀眾們給個幼喜啊 這波對面因為解掉縫音 好吧 幼喜的話出不了手 利武裝 觀眾們煙韻還是把兔子怪打掉 對面兔子怪匪掉的話 對面簽署沒了 對面反破血 幹死觀眾們這個就是利武裝 你們可以看得著 好吧 血量其實都不高的啊 因為人物的這個血量的話 近強身了 唯一的血條的話就是 什麼打個血符 然後強身40 你在加體的話就血量高 不加體的話就沒那麼的血量了 人的血量撐死2000多一點點血 沒有很多的 這波觀眾們的話是利用 旅遊村扎飛鏢 神不能取秒 對面旅遊村的話 雖然金青回的血 但是還是頂不住 因為對面上次回不上去啊 對面兩隻龜數不龜的話 這樣拉的話 九轉吃不消了這個 肯定吃不消了 兄弟們剛剛那個就是 出了個12斤的童子啊 我們這邊回收1800088 回收的這個 1800088是吧 剛剛 剛剛出來了啊 12斤的童子啊 三方給力7加8 7加8加 出了個12斤的童子 而且帶皮蛋了這個 好了我們好好看他們PK啊 韓石觀眾們 繼續含氣末末的風 風對面的魔王準風 因為對面的話都是一地屍體了啊 觀眾方的話 花果山加上這個就是 觀眾方是天際神加上那個利武裝 利武裝死了 拉起來怼一刀 對面的話是怼著觀眾天際打的 天際觀眾方是 針鋒打兩下 配合神木一秒 對面應該頂不住了 然後這PK應該是告一段路了 神木能秒啊 對面拉起來680的血 觀眾們壓得住屍體波 680 秒這個500還有100多 對面隊長先死 又頂了個600血 好像頂住了 對面是拉起來A拉起來B頂血 觀眾方拉起來武裝 武裝還能壓屍 再對一下 好像有寶寶沒寶寶了啊 對面女友說勉強 他是拉起來用寶寶頂血頂住了 武裝的話 觀眾們砍過去把對面的二號寶 砍了個1000 對面的人全是殘血 而且沒有高速寶頂血的 觀眾們牛村被封可以炸飛鏢 炸飛鏢只要保證神木的秒出去的話 對面應該是死兩個 炸飛鏢取秒的話 對面這一個兩個應該都死了 配合觀眾們 這個天機的一個真鋒真就行 觀眾們牛村炸飛鏢炸 對面的話應該死不掉 但是只要神木秒出去 對面沒 對面還自動了 其實不自動的話 這PK也很難的 觀眾的盤式也還了一個自動 對面直接封觀眾們 神木準鋒 我操這包封住 但是被觀眾們天機還是真死了 不行頂不住了 這對面兩個封系 無限輔合撐的話 是沒辦法的這個 補裝觀眾們的話 只要起了波雪燈 恢復一下 對面針鋒針 把燕家打沒了 這波觀眾的盤式自動的 盤式沒有封堆的方寸 從方寸的話就好了 封方寸神木還來秒一下 神木沒秒出去 對面情音善疊 想點死觀眾們牛村 因為觀眾們牛村 有封系一速 對面想把觀眾們牛村點死 對面一個水沖烏龜 一個暴擊 這是有蓄迷的 像這種秒 四百八百的好吧 這肯定是蓄迷 秒一百兩百的 肯定是沒有蓄迷的 打了十六回合了 好吧觀眾們這一波的話 是很齊全 對面的話 他人雖然說都 差不多都是活了 就鋁沃村一個人死了 但是對面的血量都很低 這個方寸一失血 這個隊長一失血 血量都泛泛低 十六回合了 我感覺觀眾們現在生命很大 而這觀眾們贏就贏 這個封系一速 一個飛鏢扎死隊長 他們血量太低了 一個飛鏢扎死了 盤式直接封 封這邊天機水風 對面的話方寸一波 我吹觀眾們狼不讓拉人 我感覺應該是烏龜拉的吧 五號烏龜拉的 利武裝的話 戳對面二號烏龜把 二號烏龜戳死 對面的話 等等這個暴擊好疼 欸 魔王秒過來 死不了 觀眾們頂了個血 這魔王不頂血 對面 對面 秒過來 觀眾們要是沒頂上血的話 這觀眾們死了 但是沒頂上血了 對面呂鵝村拉起來也是 直接封了一手 觀眾們這個就是 這個武裝 這觀眾們這個 天機還真這個狼拉的 好吧 這個狼的話 直接是被吹好吧 狼沒拉起來 這波小戰術有點成功 投機去巧了一波 因為觀眾們好像沒有 告訴我能開封印 這個法系描不出來 觀眾們 怎麼感覺對面點這法系 打這法系要被壓死了 這皮克好像不太好說了 這有變數發現 有沒有發現有變數啊 感覺這皮克有點小變數了 對面這波 如果天機能出手的話 這官場方這波好像也得死啊 對面把官場寶寶給吹了 這寶寶拉人沒拉起來 對面呂鵝村吃個藥 還是官場方對面天機不中的完蛋 我還好中了 這個不中真的完蛋了 不中的話對面天機 真過的加魔王群 官場方死了 對面拉起了花果山 沙威鐵棒堆隊長堆死 你看是不是有點小變數了 點伏的話給官場方 神木頂個大金 對面瞄一手 瞄官場方 呂鵝村呂鵝村蠶 官場方 我操這法系他把它配備精青 沒搞錯我操 法系都配了精青了 再拉拉起官場方 這個天機天機 懟對面的魔王 500 法系一波精青絕 我的個鬼鬼 真他媽6 這力武裝要什麼用 青寶寶還行呢 青寶寶翻方給力 打到18回合了 有點秀啊 法系精青絕 官場方 呂鵝村趁對面血量低 飛鏢炸死隊長 這個飛鏢也是個輸出啊 為什麼咱們限制這個 就是輔助技能不能超過40了 就是因為 如果說傷害很高的話 兩個呂鵝村 三個呂鵝村 四個呂鵝村 飛鏢一把二技能 他媽無敵了 一波飛鏢過去對面全死了 所以咱們限了輔助技能 官場方的話給對面的 女幫 給對面的魔王的話一波 一波又洗啊 對面只能舔 但對面的話 天機一波破血 還是把官場方的流程宰掉了 神木落葉秀香不要血 對面的話沒有死 頂了個血 好像下波飛鏢炸不死了 官場的武裝的話 拉起來好像動不了 身上被封了 再刺個牽連 穩住 對面的話頂個大金 那官場牛村被他們弄死了 不過學練還行啊 對面的話其實 學練還是比較慘的 對面 對面普遍來說 殘血單位方方多 有想玩 天猴組的訓練好不好 可以去北京啊 去順天府去念號啊 名字規格 HW39家裡的名字 輔助技能最高40 進強壯神術 進修煉 進附魔點套 你一件套裝是可以戴的 但是不能湊三件有套的 不能湊成三件成套 就這麼簡單啊 不能湊成三件成套 你一件有套 你一個40億減易破血 然後有個 有個什麼金剛啊 或者有個什麼修露奎的鬼啊 或者什麼的 好吧 有一件有套沒關係 但是你如果剩下三件有套 就不行 就這麼規定了啊 進附魔點套 然後進無級別 進寶寶出戰最多四隻 想玩的兄弟們好吧 去天后組 去念號 每個月咱們舉辦一場比賽 區的話定在順天府啊 基本上沒什麼情況 不會換區了 這觀眾方 女國村死了之後的話 對面的話是 繼續真實的觀眾天機 魔王風雲變色區秒秒三個 感覺神木秒得好像疼一點點 神木秒五百五百 對面魔王的話秒三百三百 神木一秒的話雙殺 秒哪地方死哪地方 寶寶可以合嗎 可以寶寶隨意 寶寶技能 技能合你帶什麼都不限制 因為寶寶不能進階 你隨便帶什麼寶寶 你只要帶得上都行 但是寶寶的數量是要限制的 寶寶數量最多四隻 觀眾方 女國村拉起來之後還是一手 封封對面的一個磐石吧 等等啊 封對方寸 方寸封住 這觀眾的磐石 血量稍微用的小弟 蝙蝠加一個 女國村的話 龜首包吃了個千年就好 觀眾天機被封 天機被封了 天機被殺的話 拉起來就好 拉起來的話 這燕甲變身 一攻兩手的燕甲 五回合 對面沒有樹的優勢 觀眾們神木苗的地方 死的地方還是有點疼 卡到二十回合了 牛村觀眾們 折封對面魔王 準封 寶寺一手寒氣默默封 對面的天機 水封 這個天機有燕甲變身 傷害真高 對面花果山的話 當頭一望砸 牛村砸死 武裝觀眾們煙雨 對面三二伯 五百七百 沒堆死 對面一手 針鋒針關他們神木 神木殘了 窩草 盤石上的被打死了 還好這波對面瞄不過來 瞄過來盤石死了 觀眾方的話 一波取秒三百 這波被針鋒針住了 好吧 傷害變低了 剛才都是秒五百五百的 烏龜的話 繼續水沖打對面蝙蝠 蝙蝠居然還沒有死 這個蝙蝠被個煙雨錯 五百七百的還沒死 觀眾方 牛村沒人強拉 對面起來的話 是封牛村的 封到烏龜身上了 觀眾方拉起來 也是一波針鋒針的隊長 好了 觀眾們 艷甲來了 小心的好吧 兩邊的變數 大部分都是一個天機的 一個就是 艷甲傷很高 這個PK其實為什麼 我現在的門派不能重複 主要是天機 39級的天機層有點巧強 有點強是因為 艷甲變身之後傷害高了 針鋒打兩個太恐怖了 甚至打三個啊 太恐怖太恐怖 所以說的話 這個我會把那個門派 這個門派這個就是 限制門派不能重複 限制了 因為以前的話 都是兩個天機層 甚至三個天機層 但打的沒有意思 全是天機層 所以說我限了一個 門派不能重複 這一波的話 對面牛村風 觀眾們天機準風 觀眾的盤石的話 西夏藍 對面的偷酒好吧 一波 偷酒的話 直接走了一波這個金青 對面當頭一棒 炸蝙蝠蝠蝙蝙蝙神 觀眾們武裝 你說沒傷害我 炎羽打登了五號波 暴擊幹死 對面的五號波 不好吧 十三隻的得注意 如果出第四隻 出完第四隻 第五隻就不能再出了 一旦你出第五隻寶物的話 就違規的話 直接判復 得注意 這一波觀眾們天機沒出手啊 好可惜啊 天機出手的話厲害了 天機沒有出手 所以觀眾們這一波的話 沒有把他們人壓住 比如說拉起來的話 也是一波封 封對面的後智慧 天機層沒封中 隊長觀眾們 利武裝血量稍低 得注意血量 看好血量 大蝙蝠頂 拿了22回合了 反正一般來說 都是有來有回 撐死的話 40回合一場 也達不了多久這PK 就是講究一個好吧 這個就是一種套路 單邊性的各種套路 觀眾方 女俄村炸 非必要炸 把對面女俄村炸死啊 因為觀眾方有醫術 對面女俄村 我既然壓死沒有壓死你是吧 我就非必要把你炸死 對面當頭一棒炸 炸死了觀眾方隊長 這觀眾方利武裝沒有 對面速度快有點尷尬 真鋒真一下 對面的磐石應該要死了吧 咬過去磐石應該差不多了 對面真鋒真神木 給神木減傷害 國王對面群450 狀態的拉出來是吧 我主要是給你們看規則 這個規則 這波觀眾方神木秒 對面的話兩百一百 我操 這個秒傷被真鋒真的好低了 不過還好還是把他瞄死了 好吧狀態來給你們瞅一下啊 二殺回合了 對面女俄村拉起來 要反封女俄村波 一波封關中方神木準封 封神木我感覺沒什麼卵用封神木 你把他神木封起來的話 這個神木解個封印又可以秒了 這觀眾方只要封這麼女俄村 可以把女俄村封殺了 其實你不要看39級說好像沒什麼套路 其實節奏很快的啊 節奏太快了 因為封印只有三回合 節奏太快 人死了也翻翻筷 一波點殺基本上沒什麼人能扛得住 因為法爾寶秒的也高 特別是帶蓄迷的寶寶 秒的太狠了 觀眾們女俄村在封對面女俄村準封 把女俄村控住 給個水星解掉觀眾們這個 真鋒的這個效果 這樣的話 取秒過去的話 對面女俄村磐屍應該都死了 女俄村方村應該都死了 觀眾們真鋒針對面的魔王 再針對面天機 武裝觀眾們套對面對戰 因為封印也高 血量不夠啊 煙雨不夠 套一把對面隊長 對面的天機給自己領個大金 別死了 狼的話觀眾們也吃個千年 大部分的藥的話 都是什麼千年的這些東西 千年小黃丹啊 這都是好藥 大金帶的其實都很少 幾乎也不怎麼需要帶大金 對面隊長被封殺了 二十三回合 對面女俄村盤死 對面的女俄村方寸選的都不怎麼高 頂了個千年 打了二十四回合 人關他們都是活的啊 如果對面血量第一關他們炸飛鏢炸的死應該炸飛鏢了 如果炸不死的話可能是選擇封印的 炸的死嗎 飛鏢應該炸的死 炸了個兩百七好吧 炸的死 炸的死肯定炸飛鏢了啊 然後觀眾們給個水晴 解下天機 這樣的話天機城也出手 神木靈也出手 這部觀眾們兩輸全出手了 那對面的話這波應該藍了 對面六百九十七 對面的話增一下觀眾們的神木 給觀眾們減少傷害 這個大蝙蝠的話一個暴擊秒 對面的秒對面的方寸 方寸沒死 對面琴音三疊 一百兩百死了 哎唷我操一百兩百四個沒死 觀眾們神木的話身上是有一個 真風的效果啊 秒傷不高 秒了個四百多 秒了個兩百多 平常應該是秒五百多的 秒了個三百左右 這兩邊的虚蜜我覺得是都沒有那麼厲害啊 都沒有 反正我覺得沒有成型特別厲害的虚蜜 你們可以看得著 如果每個虚蜜都是秒四百五百的話 秒人都是秒四百五百的話 那基本來講的話幾下就打完了 秒的範範快 但是的話他們的虚蜜有些還是秒的一百兩百 還沒有出虚蜜是吧 我估計有些奈法虚蜜首發肯定是拿出來了 而且那些紅蘇的虚蜜肯定都是都是高神的 二十五回合 呂耀順折風方順准風 盤勢給置頂個大心 把血量頂上去 那邊來個銅頭鐵壁好吧 加個護盾 對面蝙蝠飛完了 對面蝙蝠死三隻了 對面的五號包也是第四隻寶寶了 對面寶寶消壞其實有點大 一號包鬼魂的趴地 對面破血槍壓死神木 第一刀懟第二刀壓死好吧 神木之後我秒不出去 但是還有一牌寶寶 大蝙蝠先秒 秒對面的話三百四百 這是個法波的寶寶 對面的魔王秒過來三百四百一個都死不掉 還有一群法老寶怎麼辦 水沖啊 秒隊長 對面的隊長的話 是一個護盾的傷害啊 護盾 紅頭鐵壁的護盾 給自己頂住之後的話 狂吃千年 神木沒秒出去就很可惜 神木靈站崗了 神木靈倒地了啊 沒秒出去 對面女弱村也沒有拉起來 可能是一號包拉鬼魂的 沒拉起來 我們看對面血量 對面血量應該不多啊 對面的血量的話 呃 一半 一半 三分之二 好吧差不多吧 主要是光頭幫女弱村死了 一半一半的血量 在光頭幫的話 雖然是死了一個人 光頭幫血量怎麼感覺更低啊 我去 這磐石的血量更低 但是 女弱村光頭幫則封 封對面天璣準封 磐石含金默默封 對面花果山 準封 對面甩靈之樹了 搶樹的優勢 對面女弱村要搶樹的優勢 是幹嘛 觀眾們給個真鋒 利武裝平坎一刀 虛咪蝙蝙蝠秒了個700暴擊 觀眾們拉起了神木 這神木秒數也很疼 落葉消消 400 400 沒有寶寶跟人摩 有寶寶跟人的話 那個方村應該是死了 對面丟了個靈之樹 小心觀眾放女弱村樹的優勢還在不在 對面甩了個靈之樹 女弱村那邊拉起了 只要封關他們把女弱村準封 這關章飛鏢扎死 這邊的那個起縫 方村摸這個 飛鏢如果扎死的話 應該把他們扎死了 房間還有活人沒 兄弟們公平扣個字啊 還有活人沒 我拉不關注好吧 天猴組啊 天猴組 決賽 半決賽啊 半決賽 決賽 火熱進行中 好吧 咱們一個月舉辦一次啊 這個PK啊 一個月舉辦一次 今天的話就是個打決賽的時間 我們在星期二 這個星期的星期二的時候 把那個就是前四名打出來了 然後現在的話咱們打決賽了 這一波的話 對面確實搶到了一樹 但是觀眾朋友溜云爵 我去厲害 啊 你有靈之樹 我有溜云爵 是不是啊 很秀很秀 你靈自我溜云 沒毛病 這波觀眾朋友也是把這邊的 把他們的魔王封重 觀眾朋友一手落葉小小秒起 五百五百 這邊的話是 因為頂了千年的好不好 死不掉 這個PK我跟你說 可能要比那個175的操作意識 都要強一些 這個PK 可是你們不太懂啊 為什麼比175的操作要難一點 因為這個操作 萬一可能死了怎麼地 你知道吧 175有很多選擇 你這個的話沒有太多選擇 你這個要麼頂血 要麼拉藥 要麼寶寶秒出去 這個沒有太多選擇 你一不小心好吧 你可能就沒了 這個PK很 就是一不留神你就拜拜了 女友村觀眾朋友炸飛鏢 衣術搶壞了 飛鏢還是把女友村炸死 觀眾朋友水清水開 觀眾朋友隊長 讓力武裝煙雨戳 對面封觀眾朋友神目 不讓神目瞄 那觀眾朋友神目瞄的 還是太狠了 這一波觀眾朋友給對面的話 又洗一手 這個時候觀眾朋友的話 兩攻一守的燕甲啊 嚇唬來了 兩攻一守對那五號寶鬼魂 五號寶不是鬼魂的 沒有寶寶了 所以說鬼魂寶寶是有好處的 觀眾朋友大蝙蝠描起來 400暴擊 這個1號蝙蝠有臉疼的 對面的兔子怪秒過來 好吧 這種就是明顯是沒有敘迷的 秒100暴擊才200 明顯沒敘迷 對面女友村拉起來600血 呃 藥的品質最高好像就100品了 100品的封頂的 因為現在吃藥的話是按 等級這個就是限制有關的 比如說你39G你吃個200品的藥 是值得加3000 沒有啊 它是有一個藥的品質上限限制的 好像就是100多點 110是左右啊 110左右的一個藥的限制 你吃200的200品的藥 也只有110效果 110的大驚效果 29回合 兩邊有點小焦灼 對面的話有點陳列式 觀眾朋友的話還是比較 目前來說比較舒服了 丟的衣術衣術也搶回來了 女友村觀眾被封的話 這次無論讓神不秒 對面女友村封 觀眾天機準封 這部觀眾天機出不了 是對面天機的話也被封 對面補流云爵 哇操厲害了 對面把那個樹的優勢搶到底了 這是 對面是丟流云給林志 當頭一棒砸死觀眾隊長 對面把樹的優勢搶到了 不好說了 對面的樹的優勢應該是丟了 魔王對面的話起流禁 因為對面的話是把衣術搶到了 觀眾們還是魔王 神木一手群 把對面的 把對面的那個女友村瞄死 雖然女友村 對面的女友村死了 但是他有衣術 有全場衣術 而且好像我記得 對面好像還有齒航啊 這是啊 武裝觀眾拉起來一波 一波套子套 套對面的天機城 對面天機城 已經被封了 我記得好像對面好像真的有齒航啊 得注意了 對面如果是衣術的話 要齒航的話不得了的這個 三次會合了 三次會合了 兩邊封陣對封陣 對面搶到了封吸衣術 觀眾們的話武裝煙雨 戳這邊的三二波套 因為三二波套 對面是對面的最後一隻了 對面的寶寶清跳是有好處的 這波觀眾們狂領血吧 血量頂住對面的魔王 一手群五百 觀眾們把女友村頂住 觀眾們反弱的血小秒 被他們針鋒針了 減傷害了 對面的發爆秒191 完了 觀眾們女友村死了 還有個很嚴重的問題 觀眾們一束丟了 得注意 沒有封吸一束 對面一束要活了 誒等等 沒拉對面 可能沒有就轉了嗎 鬼魂寶寶活了 有可能真的沒有就轉了這次 因為從開場到現在的話 確實也是 拉了很多手了 對面九轉吃了很多了 第一活 對面開始對著 浮沉嘛 是吧 真的打了30回合了 哪裡有那麼的九轉呢 這是啊 九轉怕跟不上 兩邊女友村都是各自趴地了 對面的鬼魂寶寶活了 花果山的話對面起銅頭鐵壁 起個護盾啊 護盾的話被觀眾們一手針鋒針針掉了 然後觀眾們立武裝的話 戳對面的四號烏龜 四號烏龜沒死 對面一手反針 把觀眾們神墓就打死 再針 觀眾們的盤是400 觀眾們的話有九轉 拉起來 但對面的魔王封一遍是鴨屍 我操 這寶寶速度太快了 拉不起來被鴨屍了 秒盤是盤是血量也殘了 對面的法寶繼續探山壓力秒 100 133 這個寶寶明顯沒有虛迷兔子怪 觀眾們神墓可能知道自己要掛好吧 果斷是拉起來頂一個傷藥 但是這波減傷害官員是 對面呂鵨屍還要先封 封過來封觀眾的磐屍準封 這落一些苗不死應該 對面 對面給觀眾們上大劍好不好 壓著了這個 這個劍在身上減了很多傷害 真鋒相對的減傷害效果 32回合 這觀眾們速度又是丟了 不太好整 對面的話可能說藥沒那麼多 對面開場開始開始倒地 好吧 藥的品質 使用率使得比較多 用的比較多 這觀眾不要拉蝙蝠拉自己 這蝙蝠拉不起來 這是一個很錯誤的操作 真的這些事情一定要注意 對面呂鵲封的誤認準啊 幾乎封觀眾們都是中的 彈食觀眾們給自己吃了個千年 對面破天亂棒對手400 彈射一下 我當觀眾們日為乾坤反套對面的天機準風 最後狼拉起來也拉不起來吧大哥 怎麼拉的 這觀眾們拉人有問題啊 這烏龜沒有糾轉的嗎 這個 喂 這觀眾們兩下被壓死害傷了 大哥怎麼玩的這殺 2號 3號 5號這龍龜這些烏龜沒有要的嗎 你這些烏龜拉呀我擦 怎麼用這個蝙蝠跟的狼拉 你蝙蝠跟狼都是高速 比對面的魔王速度快的 我的天哪 還有觀眾們這個針鋒沒有針對面的魔王針出去啊 因為被對面呂鵲封住了 導致觀眾們針鋒沒針出去 對面的魔王壓死成功了 我擦這難受了 這兩波下來觀眾們好傷 因為呂鵲連續被壓兩波屍體 對面如果炸飛鏢隊長觀眾們也要死了 不要用這樣的寶寶去拉人了 你要這樣的寶寶拉人拉不起來 用龜蘇波拉呀 你高速波拉起來對著魔王 拉起來的魔王一秒 秒死 對面呂鵲封盤是誘重 解封對面天際 完了這波對面針鵲過來不得了 哇塞當頭一棒砸死了 完了完了完了 這波觀眾放裂開 武裝觀眾反套了對面呂鵲 水封 對面針鵲針 死定了這 完了被翻盤了 風雲變色了去秒 烏龜五號是貼的 二號三號烏龜沒有9轉了嗎 應該有了吧 這兩隻烏龜拉人可以拉得起來嗎 拉不起來拜拜了 有9轉嗎 我操 上回和不拉五號波波逃跑 我操五號波防禦了 五號波貼人的 為什麼上回和不拉這回拉起來 這回用這波不拉了 早就應該用這波不拉人了 我天哪真是 這觀眾們差點崩了都 因為那五號烏龜也活了 你看這兩波觀眾們成啥樣了真是啊 真的這兩波只要把觀眾打反崩了都 肯定用龜速波拉呀這是 你用狼拉速度還快 拉起來魔王一秒 我天 這真的是難受 拉寶寶的這個一定要看清楚哪個是龜速啊 太難受了 九轉吃不消 三個四回合 這樣的話對面的魔王再秒幾吧 觀眾方不好打了 觀眾方這波封隊的魔王準封 對面的話一手四星封觀眾方死目 你封我法器我也封你法器啊 都他媽頂不住了啊 封法器 那對面把觀眾的法器封殺了 對面把觀眾的法器封殺了 觀眾方的話封殺不了隊的魔王 沒有辦法封殺隊的魔王 對面的話 那個太神鴨頂的小兔子一個 太神鴨頂壓死了觀眾方留存 觀眾方死了一大片 還好對面的魔王瞄不出來 魔王瞄過的這磐石差不多很危險的這磐石 武裝觀眾方一手套子 套隊的方寸準封 三四五回合了 對面的魔王被封了 魔王的話可以用那個武裝 那個方寸啊 用這個方寸人開封印了 因為方寸反正被套了嘛 這方寸出不了手 方寸人可以開啊 人開法系法系秒 那觀眾方還 不要用這兩個 用這個 不要用這個 這個蝙蝠和這個狼拉人了 用這兩個烏龜拉呀 這五號烏龜也可以拉呀 五號烏龜如果沒有救裝的話 頂血吧 用這兩個烏龜拉人了 打了三四五回合 對面的話一波準封封 封中隊長 觀眾方的話命療一口 回口血 命療一口 對面的話給兔子怪頂血了 殺威血棒 點觀眾方隊長 隊長的話貼住 對面的天機的話人開魔王 這的話又是用這蝙蝠拉 哎呦 我的媽 服了換寶寶都行 又是用這寶寶拉怎麼拉得起來 我的天哪這官方 換寶寶也行哪 我的天哪 你能不能把這一號蝙蝠換掉吧 這蝙蝠不行了 這蝙蝠 那邊兔子怪秒過了8786啊 秒了不疼 雖然說秒了不疼 但是觀眾方起不來是大問題啊 這牙齒肯定成功了 這觀眾方這個神木這樣拉起來的 沒管觀眾方扭穿 再神木拉拉起觀眾 天機天機動不了啊 A拉B拉C拉反了 這個是拉反的節奏 好像拜拜了 這觀眾方這幾波操作有問題 三十六回合 這邊女優村醫術了 在那裡眨眼睛啊 看這個女優村在那眨眼睛 對面女優村 給官方死媚眼了這是 這邊女優村的話 這封官方磐石準風 磐石水星水開隊長 這邊花火山當頭一棒有沒有 那邊一波催眠催準風 破天亂棒堆隊長 堆死 破天亂棒打死了 真風真官方的髮系真死 裂了裂了 官方拜拜了 翻盤了 這兩波太傷了 反不過來我感覺 很難緩得過來的 那邊的魔王又是風雲變色的群秒 400400400 秒了官方這個 哎唷我去啊 這個天機也死了 還編屍體編了一下 法爾包的話繼續瞄起 瞄官方300 還有個 法瞄的烏龜啊 這烏龜的話 這什麼烏龜 這是瞄15點血 但對面女優村非兵 好像把盤絲砸死了吧 這官方團滅了 拉不起來拜拜了 觀眾們拉人拉得有點問題 人起不來 拉人拉得有點問題 有時候拉人如果起不來的話 拉起來要頂血 是吧這些一定要算上 文哥檢疫210的傷害算高嗎 很高了 檢疫哪裡拿210啊 40檢疫沒有210 40檢疫最高傷害就160左右吧 就是武器的純傷害 武器的命中應該是200多 傷害的話160多 很高了 啊觀眾們是個盤絲 好吧盤絲的話不吃飛鏢傷害啊 盤絲的門派特色不吃飛鏢傷害 飛鏢炸不死 對面的話對官方的蝙蝠 蝙蝠拉不起來 對那魔王瞄 瞄死了蝙蝠 沒了觀眾們人起不來了 拜拜了 好了 恭喜 恭喜南少隊伍獲得決賽權 這肯定是南少隊伍獲勝的 南少隊伍獲得決賽權了 沒毛病的應該 對面炎甲還變身有了 這打過來拜拜了這個 結束 好吧 咚咚咚咚咚和青五成雙馬上準備啊 準備繼續 咱們連著幹 差不多了 哎 怎麼會不會翻盤呢這是啊 除了那兩波以外 前面壓得都非常好 是吧 前面壓得好好穩 觀眾們前期都把對面壓得死死了 對面隊長無限服務生的 怎麼就一下壓不住對面起來了 對面把官方的旅遊村弄死之後 對面的寶寶壓死 連著兩波壓死 魔王取秒 就莫名其妙了這是啊 這PK 我沒搞懂 有點小地方沒搞懂 哎 不是這觀眾們這個三號烏龜 還是個護盾的烏龜 我去你個鬼了這是啊 還能把皮浪烏龜 哇 牛逼啊 官方三號皮浪烏龜 這個確實沒搞懂 前面壓死壓得多好啊 是吧 為什麼一下說崩就崩了 這是啊 前面對面隊長無限倒地 對面女遊村無限倒地 對面的房村也是各種倒地啊 對面的房村也是各種倒地啊 說崩就崩了 嗯 我沒搞懂 好吧我沒搞懂 說崩就崩了 真是說崩就崩了 好 啊 好